股民都希望能够成功抄底 然而不同的股民 抄底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反应灵敏 胆大心细的股民 总能抄到大底 反应迟钝 犹豫不决的股 民往往与底无人 我总结多年的炒股经验 分析出了抄底失败的四大原因 并归纳出了成功抄底的四大秘诀 抄底失败四大原因 一是缺乏必要的耐心 与高位重仓 未能脱身的股民相比 有的股民相对幸运 在指数处于高位时 已抛出股票或降低仓位 然而在指数调整过程中 却缺乏耐心 刚跌就买 仓促补仓 一些股民并未在高位被套 但在跌幅不大的情况下 已经满仓 等到真正底部来临时 手头已无资金 明知是大底也超不了 二是当了不了 下手不快 高位满仓 重仓的股民持有的股票 多数都是获利不多的股票 当指数刚出现调整 许多股民都抱有幻想 自认为获利不多 调整不会很深 大了不了 但这类股票虽然涨幅不大 但往往跌幅居前 重仓持有 该了不了的股民损失惨重 股市暴跌后 由于所知股票处于升套之中 手头又无多余资金 只能与抄底机会 失智交比 三是不够谨慎 反向操作 一个下跌波段 往往会很复杂 原则上一个波段 只有一个底 股民认定的过程底 往往事后证明 都不是真正的底 因此散户在实施抄底后 应该有个确认是否是底的过程 一旦认定不是底 就要再次逃顶或高位减仓 也就是说 散户在抄底时应采取谨慎策略 分批抄底 一旦看错 就应果断退出 以便为日后抄底备足资金 而事实上 不少散户在抄底过程中 该慎不慎 反向操作 指数一涨 赶忙抄底建仓 明明知道抄底失败 仓位不减反增 给日后抄底带来被动 四是做不到与众不同 熊市即将转入牛市前 大多数人都看空 都觉得股价还会再跌 大众共识认为 指数或价格还将跌一段 事而跌大目标位 都在传媒上被屡次提及 一般股民在此时 都做不到与众不同 其实市场也就在此种情况下 即将反转 此时应抢先一步 先行买入 避免踏空 而当指数或股价徒步上扬 趋势明朗时 应顺势而为重仓买入 但买入时机 仍应用相反理论操作 即在该上升趋势未变的前提下 逢跌 逢回到买计 成功抄底四大秘诀 与陶鼎一样 抄底的机会并非时刻都会出现 人人能够遇到 但一旦机会来临 就要及时抓住 一般来说 当大盘从高位开始下跌 调整的时间和幅度达到一定程度 许多股票 跌得面目全非 多数股民 亏得惨不忍睹时 离市场 底部就不凉了 然而 股民都希望在指数最低点满 仓买入最强势的股票 进而获得超额回报 但事实上 绝大多数股民 难以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 因此 对于散户来说 没有必要刻意追求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状态 抄底应掌握四大秘诀 秘诀一 保持足够的仓位 无论是高位重仓 满仓 跟着大牌一路下跌的股民 还是高位减仓后 空仓 清仓的股民 当底部出现时 都需要保持足够的仓位 股民可以抓不住最强势的品种 但不能让资金限制 当指数处于底部区域时 一定要确立强烈的仓位意识 牢记熊市墨基仓位 就是硬道理这一炒股阵地 秘诀二 要坚决防止踏空 当指数跌至非常低的点位时 就要大胆 坚决 分批买入 增加仓位 原则上 要确保底部仓位高于顶部仓位 仓位一旦确定 就要减少操作 即使要动 也要确保筹码能高抛后 稍低接回 为此 在考虑卖股票时 就应做好后续买入的准备 如果没有明确的买入计划 包括多少价位 买入什么品种等 不妨冷静观望 暂缓卖出 以免造成筹码丢失 此外 股民还可以抄底 可转换债券 基金和ETF产品 他们相对风险较小 然而一旦大盘翻转 这些产品的迎面也不小 秘诀三 始终保持足够的激情 这种激情主要体现在 对现有仓位的利用和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上 仓位和品种确定后 如果所持筹码跌幅已大 处于深套之中 一时又无合适的建仓品种 原则上应保持耐心 减少操作 不少股民 尤其是新入市的股民 特别喜欢动 实际上 平凡换股 不一定能取得好收益 只有当堵入的筹码出现盈利 操作也由僵持变得流畅起来 且短线又有合适的品种代买时 方可加大操作激情 进行短线操作 但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明确的计划 激情操作原则上 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一 确保在新买入的股票获利卖出后 能保本接回原卖出的筹码 二 确保在卖出股票后 能在低位接回原卖出的筹码 三 确保在卖出老股票后 能在买入的新股票中获利 成功的激情操作到位后 应该有利可图 如无此把握 则应慎用激情操作法 改为持骨待长 以静制动 秘诀四 操作必须灵活 底部操作 既要保持足够的仓位 又需有一定的激情 同时还要遵守操作的灵活性 一般应坚持 冲高时卖出 做到胆大而不贪 卖出不后悔 下跌时买入 做到心细不恐慌 买后也无怨 选择操作品种的方法 主要有 一 笔照法 在大盘和其他个股 连涨数字的情况下 莫名未涨的股票 限于具有可比性的股票 二 联想法 与某一时期涨是较好的板块 或个股相关联 但涨幅落后 有可能出现不涨的潜力股票 三 预测法 对某一个股 根据大盘走势 政策因素进行分析预测 准确把握不错是良机 先试一下